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是我的信念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要绝对保守 我可以放你 也可以抓你 我可以聚你父亲 也可以不聚你父亲 你要记住 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 下去吧 你 自由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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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 回来了 你爹 你爹咋呀 怎么 你现在住这儿了 不不不不 这男的 这你们家呀 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呢 我累了 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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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三爷 厂子那边出事了 王城长要辞职 你这次出现 跟店里怎么说的 跟店里就说 父亲去世了 要回老家奔丧 跟家里呢 跟家里就说 店里让我出去采购 买点海鲜 去趟海边 得出一点时间 那跟你大哥 站有一双那边呢 一双 说好了 如果刚不找他 他会帮我掩饰 就说还没正式过门 不能跟我去奔丧呢 二零啊 我就送到这儿 这次去跟店里 一定要抓住机会 好好锻炼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名 合格的地下公司 回来以后 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当场 好 那我走了 怎么那么久啊 见这儿了吧 悠悠怕喜后 都不想再见咱们了 啊 为什么呀 她连面都没闹 打发她家用人 在后面把这个交给我 好 她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封信 写的什么呀 拿来 她就说这钱是给咱们的 她知道咱现在 回不了学校 又回不了家了 叫咱们拿这些钱 尽快离开被骗 就算有谁不想走 以后啊 也别再找到了 金奉上银元八十块 就此别过 各自珍重 这叫什么话 当初祖先除天团 可是他现在挑的头啊 对啊 他一句话咱们就散了 咱不能猜 咱不能猜 大哥 你别忘了 老大和胡子 可是为咱们死的 这刀咱一定得报 怎么报 鬼子的机枪咱们没见识过 那你什么意思呀 这事就这么算了 他也不容易 他家也被鬼子给盯上了 他爹还得了重病 咱还是别找他了 那我们怎么办 咱 咱不找他 咱不找他 咱找田大林 咱以后跟着田大林干 行不行 不行 大林哥刚开始就是让悠悠 给硬拉来的 现在悠悠都不干了 大林哥能跟我们干吗 对啊 你说咱们找他哪次理过咱们呀 你们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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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的士气都去哪儿了 要把钱分了 那咱初年团 就这么散了 还能怎么照样 先把命保住 我不要 我不要 你自己留着 不是完成这样的 你说我这前面 才接管了梁姐的产业 这后边你今儿就要走 这是不是太不给面了 所以 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呀 我是年纪大 干不动了 再说 我也是怕日本人哪 您就醒一口 找我走吧 行 那这么着 你先去账上 支上半年的工钱 回去好好歇歇 也回去想想 哪是想回来了再回来 那我谢谢三爷 谢谢三爷 他对我照顾 哎 怎么说你也是良家老人了嘛 应该的 行 那我走了 送送 妈的 老东西 真以为工厂立了他不转了 把大哥叫来 把大哥叫来 大林哥 我们三爷叫你 谁 三爷 三爷 谁是三爷 三哥 老三 怎么着 改称呼了 改 改叫三爷了 哎 哎 这妈孩子瞎叫 你还是我大哥 哎 我跟你说 好消息啊 悠悠放出来了 哦 日本人没为难他吧 这把我找了关系嘛 那就好 还有我再跟你说大哥 你以后别再找悠悠了 啊 就你们那帮的人 这死死伤了伤 快散了吧 你们那干的事也太悬活了 你不替悠悠担心哪 反正我以后我得管着他 啊 我不能让他瞎胡闹了 他爹还在日本人他关着呢 你 你得替他着想着想啊 老三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去找他 啊 行了 咱不说奶丧的事了 哎 哎 哎 我现在已经正式接管梁家整个产业了 哎 来 来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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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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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哎 以后这辈子就是你的了 嗯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修理厂厂厂厂了 哎 以后你也是梁家产业里边的一方猪猴了 哎 哎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一干活的命 厂长我真干不来 你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有多点能耐 你弟弟我知道 厂里人都服你啊 我现在是刚上来 不服我的人多 你说我哥 你得帮我 公司给你翻番啊 对 还这样 拿 你拿着你不是后边 还得跟嫂子结婚吗 别别别 你看 你跟嫂子 认了多少时间了 连这像样的衣服 你都没给人买过 我根本别说这个了 你拿着拿着拿着 老三 我跟你说啊 我可以帮你跟这儿撑脑去 但是你可别让我 干为难的事 行了 你就别说别的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这还忙着呢 还得上别的汤口去看看 你呢 先收一收去 这个拿着 回去别跟他说是我送的 就算你自己买的 不便宜的啊 我那个人 tens了 不是 我可以帮你 我这就是 就是 我 这都只是 我 没 我 喂 请问是王氏商会的 王会长吗 正是毕人 您是 您还真是贵人多旺事 我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了 我是六国饭店的宋雅娟啊 宋小姐啊 真是巧了 我正要给您打电话了 没想到您就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那看来咱俩还真是心有灵心呀 王会长 您找我做什么呀 我来了几个朋友 今天晚上 想请你给找几个姑娘 我们再一起喝几杯 您看 嗨 这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吗 您放心 今儿我一定给您安排好了 绝不会让你丢体面 那就谢谢宋小姐了 您给我打电话 不是有什么事给您了 我就是想跟您打听个事 最近 您有没有听说梁家的田三菱 有什么事吗 梁家的事闹那么大 能没听说吗 怎么了 听您这口气 她是不是跟梁家的事搅和到一起了 日本人不会找她的麻烦吧 麻烦倒不至于 不过我听说她跟日本人大了 这梁家的产业都为她管 您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宋小姐跟田三菱很熟 有功夫您劝您啊 凡事不要做得太绝了 您就别给我打雅迷了 有什么话您就明说呗 我跟田三菱认识的时间是不短了 他这人做事 也不至于太过分吧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三哥 你现在当老板了不给我官做做 你混什么 就你啊 还想当官 我不比你强 你们是不是觉得咱现在所有的事都搞定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咱现在所有的事都搞定了 都妥了 荒油空架子等个屁 把仓库交给你们两个 我盯好了 人过盘好了 关键是人也有人 没有 最近看你解了吗 没有 解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你三哥呢 来了 就在楼下餐厅等着呢 你赶快下去吧 德行 你今儿怎么了 见着钱了 这么高兴 三哥提拔我管货仓了 哥们以后在北庚这里 那也算是个人物了 照你这么说 我还真得请你三哥好好喝一顿了 行 你先下去吧 我一会儿就下来 嗯 得开开 来 你别这样啊 来 我不跳了不跳了 你给我转针了呢 再跳一个 就跳一个 不跳了 我都跟你跳了十个曲子 累死我了 田三零你别臭嘚瑟啊 没完了你 现在还能这么叫吗 你叫田三爷 田三爷 听了没 田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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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算是混上爷了是吧 了不得了你 就你跟梁家那点事吧 闹得是风生水起的 全北平没有一个人是不知道的 田三爷 我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跟小鬼子走太近 摘上了甩都甩不掉 别自己舍了一头 今儿来是来发发疯的啊 可不是听你教育我的 是 金比劲啊 以前你说 什么时候我混成爷了 你请我喝好酒 对不对 但是也行啊 你现在这也混成了 六国饭店的头牌了 这六国饭店头牌 一天得接多少课呀 我吹你 你说头牌得接多少课呀 八个 田三林 你别看我天天混在六国饭店 还是那句话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我心里门清 不信你 行了 我也不听你教育我的 今天来就是来发好疯的 不错 咱们今天混成这样 谁背后遭了多少罪 谁心里清楚 什么不想的 今天崩玩跳跃 走你 干嘛 走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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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云 你在搁这儿啊 回来了 厂子没事啊 厂子今儿没事 过来看看你 小豆子呢 我刚给送老舅家玩去了 你怎么还让孩子去他们呢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给你倒点水吧 喝着呢 这自己的孩子啊 永远成不了别人的 再说他们老两口岁数也大了 让他陪着去玩玩也没啥 来 坐下 你猜猜这是什么 这瞅着外头这布挺好是融的 这粉盒 你猜猜 我真猜不出来是啥 好 怎么样 送你的 喜欢吗 你发了 大林 这得多少钱呢 盯你干好几个月呢吧 没多少钱 我先当厂长了 工钱也长了 送给你的 带着吧 当厂长了 梁姐出了点事 老三主事 厂长辞工了 让我帮着撑撑 那 那个梁小姐她没啥事吗 听老三说她给放出来了 来 你没带着 来来来 别了 是我还从来没带过玉镯子 来来来来 没收音点 右手 漂亮 你看看这个 配上这绿棉袄啊 好看 是好看 好看是好看 就是太贵了 心疼 就戴着吧 好 天上 为我们合作的开始 干拜 还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忙的 我求求你了 什么事你也别帮了 自从你把涅唐柱给杀了 整个梁家从上到下 见着我跟见着什么似的 都跟跟我有仇事 我许再帮你 帮你做恶联 让你立威 你需要做的 就是收买联系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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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下 这份料理 好像不是出自小泉师傅的手艺 对不起 小泉师傅他父亲死了 他赶回家奔丧了 回家奔丧 这个小泉师傅 总是很奇怪 他什么时候走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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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别说这样了 你先出去吧 出去吧 谢谢 谢谢 咱先不了解了 咱先聊咱的正事 你说就这事 我自己弄 那是梁家自己的事 你说你一日本人 你一掺和 这 这事怎么变了味了 这个 没有我 你办得了吗 田嫂 你现在 还需要一个接任典礼 接任典礼 接任典礼 民不正则言不逊 我会在六国饭店 邀请梁家所有的管事 还有北平城内的 达官县贵 一起出席 到时候 你在台上 发表接任演讲 谁还会不承认你的地位呢 我就求求你了 你可别热腾了 你还真把这当什么好事了 我当时也就是为了悠悠 还有梁老板 我这才答应管梁家这一谈事 你再这么折腾 你是搁着全梁家 全北平的人 这都以为我要勾结你 办下梁家财产呢 这事不能办 梁老板 现在病症在医院 能不能保住性命 还不知道 梁家的生意 关系到几千个人的身级 你出来帮助我 其实他们应该感激你才对 梁小姐 有件事我要提醒你 在接连典礼上 梁小姐一定要休息 而且就要站在你身边 正是干什么的 这代表梁家对你的认可 梁文山和梁小姐 能不能继续过以前的生活 就看你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 根据你的生活很艰苦 生活还习惯吗 都习惯特别习惯 不问您说说的 我现在不想回去了 好 在六里店啊 那才叫强颜欢笑呢 整天搂着给的兵 又唱歌跳舞 心里甭提多苦啊 特别羡慕咱们这些八路军战士们 可以真刀真枪地 跟鬼子们在战场上干 二林 你也不要小看你那个岗位 那也是一个战场 就拿你曾经送过的 三次扫荡情报来看吧 他们让根据地 及时地布置战术 组织伏击 取得了歼灭数百名鬼子 和上千名伪军的战馆 缴获的枪支弹药啊 够我们装备一个团的了 我那么厉害啊 你回去以后 带我向老崔统治问个好 他自从上次受伤以后 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我给他准备了一些 根据地的土特产 你出发之前帮我带上他 顺便再给我带句话给他 就说老哥们挺挂念着他呢 好 我一定带到 现在在太平洋战场上 美军已经开始反攻 在中国的战场上呢 鬼子已经陷入了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抗日战争 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 鬼子的失败 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太好了 可是在鬼子走向灭亡之前呢 一定会组织疯狂的反击 他们可能采取更残酷 更极端的手段 来挽救他们的败局 这就更需要你们这些 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 努力地搜集情报 刺探鬼子的企图 防患于未然 让我们能打有准备 有把握的仗 二丁同志啊 你要相信你的能力 回到北平以后 努力取得更大的战果 好 保证发生任务 请这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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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小姐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听 好听 但是这样一首音乐 由你来演奏 我觉得很恐怖 我觉得 你对我有很大的成绩 好听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 我现在 应该是一名中学音乐老师 教孩子们唱歌 练习 和妻子 过着平淡的生活 可现在 人面不知何处去 道化依旧小春风 你叫我来 不会是为了听你这些感慨吧 告诉我 我爹呢 他的情况呢 放心 他苏醒了 那带我去见他 别急 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决定 为田三菱 举办一场盛大的救治典礼 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他是良家帮会的新首领 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记住我们的余地 你为我工作 这个典礼 你一定要参加 在山林旁边 就像一对真正甜蜜的情侣一样 代表良家 支持他 我讲得够清楚了吧 你可以去执行了 这我下午特意去全几个给你买个口呀 好吃吗 好吃 听门发说你下午输去了 嗯 是的 去哪儿啊 逛公园了 好啊 应该出去逛吧 自大你回来以后 你这天天把自己闷入屋里边 还真在信你们闷出点病呢 我这阵子忙 也没时间过来照顾你 哎 我这不这段时间帮良家照顾生意吗 其实 下边这兄弟也不是太服我 我就不想 在六个饭店摆个牌上 请请大家 你觉得呢 可以啊 那 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 可以啊 真的 真的 你看 我该怎么打不打扮 给你拔拔份呢 你看 你这一弄我还真是有点不太适应了 我最近这么好说话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变了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变了 人都会变的 你放心 我没事 来 你也多吃点 让我们欢迎二林同志 在根基地接受培训后 又回到我们这个集体 谢谢大家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二林同志 在根基地期间 已经光荣地入党了 其实呢我做得还不够 感谢老崔呢 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希望以后在他的带领下 能够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党员 二林啊 你也别太谦虚 以后支部这方面 主要的情报工作 就由你来负责 我来负责 对 下面你就把你在根基地 学习到的新精神 给大家传达一下吧 好 我现在啊 就把根基地 这些学习心得 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镯子真好看 喜欢吗 你咋想起给我买镯子了呢 我觉得这镯子好看 这不是正赶上 刚涨了工钱吗 就给你买了 你挣了钱哪 应该孝顺你娘 你把这钱 都给我买了镯子了 你自己咋活呀 你别糟心 娘那儿不扯钱花 再说我还有俩弟弟呢 哎呀 我还寻思啊 你又来慢慢地 我做攒点钱 那城里头给你和小豆豆 支个小院 让你们娘俩好好想想福 这买房子置地的事 我们这小老百姓 可不敢想 再说了田大林 你对我们娘俩照顾的 已经足够了 来 我替豆子跟她爹 谢谢你 对我们娘俩的照顾 我认识 我认识 不Feo 你意味道 stealth 超 template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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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ously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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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哦 来 来 喂 大哥 这等着你呢 这么晚才回来 老三 还没睡呢 厂里边有点儿活 我加一半 你说你这都当厂长了 你别什么活都自己干 你让下半人干去 下半人干不了 早睡吧 等等等等 找你说正事了 什么事 后天六点 正在六国饭店 我办一个接任良家商会会长的 典礼 你是良家商会的这个 修理厂的厂长 到时候你得出行一下 什么商会 良家商会就是以前良家帮 想它叫着好听 流行嘛 给你吃了一下带衣 到时候把它换上去 食道干成精尽的 刮刮你 到时候你给我讲个面 对了 这事你别跟二哥说啊 我没叫 干嘛背着老二 我这最近 这 这还跟他闹了点变了 再说一个日本餐馆厨子 也上不了什么台面 等会儿 你干这些事 这心里有数没说 哪些事 什么有数没说 偷漏你说为了救良小姐 帮良家解难 你给帮着撑良家 今儿我听你这话茬 你怎么就肠奔主了呀 不是 你怎么也这么想了 不是我这么想啊 可这肠里头都这么说 你甭管别人怎么说 我这干的是好事 我好了你是不是好了 这不加也好了 那你也得悠着点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 我就弄着典礼 就是为了给这帮人看看 我天森林不是这样的人 凉了板倒了 那谁帮悠辅称的 我不帮谁帮 你回头悠悠也来 你去问问他去吧 你倒睡吧 寸礼 后书 课斩 梁雅悠刚刚被我们放走 这个杀手又开始杀我们的士兵 他是越来越无所顾 cie的 难道他跟朗雅游真的有关系 应该不会 见识梁府的人说 梁雅游整晚都没离开梁府 而且他父亲在我手上 他应该不会轻举妄动 有意思 怎么拿开这 来 三发子弹 三体二练兵 将枪命中摇害 这么有经验的傻小 为什么会把枪 遗留在现场呢 我想他一定是惊慌失措 他是在向我挑衅 他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抓到他 这把桥 也不是普通的桥 他经过改装 他认为我们是在北平有哪些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首先应该排除地下党和军统 因为他们不可能做这样个人卸分式的报复 这个杀手具有专业的军人背景 而且杀人手法非常特殊 我想他应该学过 机械架构 大凡案愈多 六车的马脚就会愈多 我就不信 他能飞天顿地 你马上去找 北平所有的机械修理厂和作坊 是 谢谢 考考吗 我觉得小泉师傅这次回来 好像整个人都变了 变了 哪变了 小泉师傅不光是活泼 现在整个人变得更成熟 更有男人味了 这样比较招人喜欢 小泉师傅 你害羞的样子还挺迷人的 小泉师傅 这是高牧订的冷餐 让下午六点半送到六国饭店 高牧订的冷餐 订这么多 这高牧想干嘛呀 谁知道呢 赶快坐吧 玫瑰呀玫瑰 我爱你 俊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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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着什么急啊 怎么了 人到齐了 还是三爷爷他催我了 今儿我可得好好导致导致 怎么着也得给三爷长脸 是吧 不是 俊仁姐 那个 那个 哪个哪个呀 吱吱呜呜的 说呀 我听说 今儿梁小姐也来 我还听说 三爷 三爷马上就成梁家姑爷了 纷飞的落叶 满天的眼泪 火热的落下 躺上了脸 在时间颠沛 停在不安边缘 不被七十言跟着你徘徊 不论要经过多少十遍 让时间 让时间沉睡 爱别牢牢牢容颜 也许曾不告而别 却还在同个情节 满城的火烈 满城的谎言 平天几番的埋怨 录态 一听相爱 或苦离别 有的 可但绝对完美 聚散在人海等待靠岸的那天 开始狂妄地承认不悲 再爱一遍 给我可以付出的机会 别让爱无助地荒废 不要在同个世界走成平行鞋 既然相爱何必离别 是谁在彼此无声责备 漂流在人海何处才会是终点 已经相爱何苦一遍 有那个答案绝对完美 聚散在人海等待靠岸的那天 开始狂妄地承认不悲 再爱一遍 再爱一遍 阿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